Hello 大家好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家里的事 受到了广大网友的舆论和关注 过几天我就要回猪楼 看望爸爸妈妈和老公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11月20号 大一哥儿媳道歉后首次露面 晒时平表示 最近因为家里的事情受到网友关注 过几天他就要回猪楼 探望爸爸妈妈和老公 感谢大家的关注支持 说话时 陈亚男的脸上毫无笑容 妆容也非常淡 几乎素颜 状态很憔悔 他的声音叫虚 不再像直播带货时那么有活力 网友们说这就对了 这次说话很顺耳 是个儿媳该有的样子 之前道歉时 大家还说陈亚男避重就轻 这次他特意喊朱小伟老公 看来是表明了没离婚的态度 想要求和重归于好 只是不知道朱家人是否会原谅他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 哇 好漂亮啊 哈哈哈 哇 希望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